南投日月潭出现了罕见的水龙卷景象 说昨天傍晚有船家在水设码头方向往山区看过去 正好看到了湖面上出现一道细长的龙卷风 赶快就用手机拍下来 就像画面上这边您看到这样子长长一道 这目击民众形容这水龙卷看起来 好像瀑布一样从云端垫下来 一道细细长长的龙卷风 从湖面延伸到天上 虽然威力不大 但可以清楚看到龙卷风的漏斗形状 16号傍晚船家在日月潭水设码头 往对面山区方向看 正好看到一道水龙卷出现在湖面上 赶紧用手机拍下来 就看客人在桥上就比那边 我就跟着看 然后就看到天上有一条 很像柱子龙卷风的样子 就看到我就拍下来 在10年没有看过这个情形 影片在网路上引发议论 有人用周杰伦歌词开玩笑 说周董要在日月潭开演唱会 还有人形容像是九天旋旅下凡 日月潭为什么会出现龙卷风 气象在演员判可能是这几天封面的冷空气 和湖面的暖空气对流所导致 伴随封面通过后的冷空气 以及台湾区域比较热的空气产生旺盛的对流 在局部小区域旺盛的对流情况之下产生一世水龙卷的现象 专调表示龙卷风生成必须具备垂直风签 不稳定的大气环境两大条件 而这次生成水龙卷应该是恰好符合条件 当地民众在日月潭生活多年 都还是第一次看到水龙卷 则在撑袭 华世线皇守委张春风周大祥南投报道